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古真老师真的非常有戏呢 好 这首的原曲是江女类 他在表现的是秦朝的那个孟江女 因为被征召修卒长城的丧命的丈夫呢 他在长城边哭泣 俗称孟江女哭倒万里长城 那大家除了在注意老师生动的说明之外 有没有注意到这位老师他其实强调 即使是哭也有很多不同的哭法 而这些不同的表情呢 我们要在演奏当中表现出来 所以声音也会有不同的表情吗 真的可以像那位老师说的那样表现出来吗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来改变声音的表情的呢 譬如从若音到强音的变化 我们称为力度 从慢到快的变化 速度变化 还有像刚刚弹琴的时候有不同的触弦方式 或是不同的碰触键盘的方式 这种都可以改变乐声 高低音不同 当然也会让听者不同的感受 这是音域的不同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譬如大调 小调 调性的不同 在历史上有一位非常会利用大小调转变 来改变声音的行家 他写过非常多首歌曲 譬如这首 或是这首 没错就是野玫瑰和尊语 都是这位行家17到20岁之间创作的歌曲 行家呢就是舒伯特 活跃于19世纪初期在威延纳的作曲家 认识舒伯特之前 我们可以来看看在舒伯特前后 活跃于德奥地区 主要是维也纳的音乐家 你认识谁呢 是音乐神头莫扎特 还是创作给爱丽丝和命运交响曲的贝多芬 还有在舒伯特之后 也写过很多很棒歌曲的德奥地区作曲家舒曼 从11岁开始 他进入了皇家学院和维也纳公廷 而唱团演唱并接受音乐教育 直到他清纯期变身为止 后来他担任了父亲学校的老师 但他天性浪漫喜爱自由 而且热衷于音乐创作 这种很制式的教学工作 他很不喜欢 于是他在19岁那年 他终于受不了辞职了 专职从事音乐创作 即使他手头上经常没有多余的钱 但他却结交一群 非常欣赏他才华 而且愿意资助他生活的友人 在他短短31年的生命中 他始终对创作保持高度的热情 并把自己的作品 和这群俗称舒伯特圈的朋友们分享 非常的活出自我 舒伯特有一个响亮的称号 叫艺术歌曲之王 他陈述过我整天都在写 每当我完成一部 马上开始下一步 在短短10余年的创作生涯 光是艺术歌曲 还就创作了600多首 其中许多都是流传至今的眷有之作 譬如我们前面听到的 野玫瑰啊 尊语啊 什么是艺术歌曲呢 在德文歌曲 Lead 原本是泛指任何一种歌曲 到了18世纪后期 19世纪初期 因为文学的发展 还有浪漫主义 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 而发展成为德奥特有的曲种 艺术歌曲 Leader 简单来说 艺术歌曲就是这种结合钢琴 声乐 和文学 特别是运文的诗为主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 蒲奇术 它同样是苏伯特非常有名的艺术歌曲 那它出自苏伯特的连篇歌曲 《冬之旅》中 12首歌曲里面的第五首 连篇歌曲就像是哈利波特小说一样 每一集的故事人物是有连贯性的 它有一个相同的主题 发展出不同的内容细节 而《冬之旅》主要讲述一个失恋 失忆的男子 孤独地在寒冷的冬日 举举独行 而当这名女人看到一棵菩提树时 她想起自己过去家乡也有过那一棵菩提树 而在这个树下 她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 然而现实是自己的遭遇和天气一样气寒 因此这其中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 一是想起过去那曾有的温暖甜蜜感受涌现 二是现实的气寒 那我们来听听看苏伯特是怎么表现的吧 我们先听第一段音乐 第二段音乐 第二段音乐 你覺得哪一段是在回憶美好 哪一段是現實七寒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有歌詞的影片版本再聽一次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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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調性的改變 第一段當回憶起過往的時候是大調 同樣的旋律在第二段轉為小調 聽起來就彷彿有什麼心事 那是旅人的現況處境 這種利用同樣的旋律直接改變大小調的做法 馬上營造出不同的聲音表情 是舒伯特非常常使用的 在他其他的作品當中也可以看見 大家好 我是大成國中的美善老師 那我們接續前面文宣老師有提到的聲音魔法師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舒伯特的魔王 舒伯特的魔王是由左邊這位大文豪哥德所寫的詞 用同樣的詞所譜出來的曲子 一共有三位作曲家 第一個叫做樂韋 第二位叫貝多芬 第三個就是舒伯特 在這三個的版本比較當中 舒伯特因為他著重聲音的流暢度跟一氣呵成 所以在歌曲的方面 以舒伯特較為深出 舒伯特寫完這首曲子的時候是十七十八歲左右 那他當時有把這首曲子提現給哥德 就是作詞者 那哥德對於這個作品當然非常的不以為意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十七歲小伙子所寫的作品 但是在十多年之後 哥德再次聽到魔王這個作品的時候 他驚畏天人 但是很可惜的是 舒伯特當時已經不在人世 舒伯特的這首作品 一共有四個角色 但是全部由一個人演唱 這四個角色是龐白 爸爸 兒子 和魔王 那要這個演唱家 怎麼去用聲音 來詮釋 這四個不一樣個性的角色 還有叙說故事呢 這就是聲音魔法式的功力了 在音樂開始之前 我們會先有一段鋼琴的伴奏 那鋼琴的伴奏 它會有一連串三連音的出現 營造出馬蹄聲 那三連音就像普尚所表示的 就是三個音三個音連在一起 三連音是這首曲子很重要的節奏型態 那我們待會兒都會一起分享到 它的音量是PP PP就是在音樂的術語裡面講Pianissimo 就是非常非常小聲的意思 我們先來聽聽看 好 這樣子的感受有沒有讓你覺得很緊張 很急迫很焦躁呢 而且再加上它的左手低音聲部有 叻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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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叻 一直重複不斷 很像風吹過去的聲音 那很像是一邊騎著馬 然後耳朵是呼嘯而過的風聲 前面这一段力度是Pianissimo 速度是Quite Fast 调性是Minor 就是小调的意思 那音域它偏重于在低音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人声进来的部分 那钢琴一样是从头到尾的三连音 人声进来的时候的第一个音是La 那这个是旁白的角色 那为什么这个La会特别的被拿出来讨论呢 因为这首曲子到目前为止是G小调 G就是So 如果一般的曲子来说通常都会是So开头 那这一首曲子为什么是从La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音开始呢 因为表示钢琴在前面的伴奏 已经展现了旁白爸爸儿子和魔王 这四个角色的内心交错 从故事的一半切入来告诉大家 旁白的歌声力度是小声速度是快 调性是小调那音域是高 我们来听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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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聽得懂嗎? 一定聽不懂,對嗎? 因為這個是德文 哥德是德國的大文豪 所以他都是採用德文來寫作 那沒關係,我們有中德對照版本 給大家聽 接下來是父子的對話 父子的對話裡面 我們有陰形的挑戰 還有身部的感受不同 你有沒有聽到 兒子的聲音就比較高呢? 然後回到爸爸 好,爸爸的聲音比較低沉 那他就說my son 這個是我的兒子的意思 他一樣是小聲 但是快速小調的 但是他的音樂是往上 那往上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感到疑惑 語調的上揚 接下來是兒子的音域 他第一個音是從do開始 那大家要把do記起來哦 待會我們要來做兒子的聲音的比較 那他是從pp開始 有沒有看到那個表情記號 這個pp代表的就是pianissimo 就是力度很小聲很小聲的意思 所以代表孩子真的很害怕 在最後他講到 這只是一團白霧而已 那在講到白霧的時候 這個和弦 它是一個大調的正三和弦 大三和弦 那在進入大調的感受 就是讓大家有安定 還有完整 所以表示爸爸在這裡是要安慰孩子的 接下來我們來聽聽看魔王出現了 那要請大家聽的是魔王的鋼琴伴奏部分 還有魔王的音色帶給大家什麼樣的感覺 好 我們在魔王的聲音裡面 有沒有感覺到比較甜言蜜語的感覺 因為他要誘惑孩子跟他一起走 那在鋼琴伴奏的部分 原本都是三連音 那在進到魔王的聲音出現之前 他變成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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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普利給大家分享的 登登登登登登這樣的伴奏音型 他有一點跳舞的感覺 就像蹦恰恰 蹦恰恰 那種圓舞曲的感受 那這樣子的音色呈現出來的是歡愉快樂的 活潑的 那力度是小聲 速度是fast 大調 大調呈現出來的音色感覺也是明亮快樂的 那音韻一樣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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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曲子裡面 接到兒子的時候 他又回到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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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三連音 那為什麼他要做這樣子音型的改變 因為他要 繼續營造 緊張 不安的氣氛 我們先來聽聽看 這是兒子 爸爸安慰他 這一段很簡單 就是分成兒子 和爸爸 各自一半 爸爸的安慰 一樣我們會聽到 音域比較低的聲音 那小朋友他的音域就比較高 這裡是剛剛提到的 跳舞的音型 這邊是繼續回到 營造緊張氣氛的連續三連音 那兒子這個是第二次的出現 他從上一次的Do 進展到現在的Re 已經慢慢的往上升 這首曲子在這裡的力度 是Metal Piano 接到後面的兒子是Metal Forte 就是中强 速度一樣是快 調性 在爸爸的部分 他後來因為要安慰他 又轉成大調 那音域有低有高 孩子跟爸爸 爸爸安慰完孩子之後呢 又聽到魔王的聲音了 我們先來聽一下 好 這是魔王第二次要誘惑孩子跟著他走 他告訴孩子說 我的女兒們可以為了你唱歌 為了你跳舞 來想要把孩子帶走 這裡是爸爸當時最後的連續三連音 這個是第二次魔王出現的時候 搖擺像跳舞一樣的溫暖的 甜蜜的陰性 然後 接下來 孩子跟爸爸又說話了 這裡爸爸的感受越來越不安定 越来越不稳定 他可能也不太确定 他到底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是孩子的普力 孩子他从刚刚的一开始 到到现在我们进到 他的力度是 就是健强的意思 所以他越来越快 越来越高 也越来越大声 这里是爸爸 爸爸在最后的音声 Larry 包含钢琴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不安定感 代表他没有信心 接下来 魔王还要说些什么呢 罗启钢琴也是一样的 魔王竟然带着威胁 硬是要抓他 那我们接下来 孩子怎么办呢 我们来听听看 现在能带着威胁 我老父 现在火会提你 我 我爱你 寂寞 孩子說 爸爸呀爸爸 魔王要來抓我了 他抓得我好痛啊 這裡是 不利上市孩子的 開頭 他的音高 從Do,Re,Mi 現在進到發了 越來越高 代表他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激動 也越來越不舒服 他這邊是forte 速度是fast 調性一樣維持著 小調這種緊張哀傷感 音域越來越高 我們來看看最後的結局 這個是旁白 在機局中 停住了 這裡很像講話 阿度 唉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我们刚刚听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钢琴伴奏 从一开始一直到这里才会停下来 是一个马蹄到家的感觉 另外上面红圈圈里面 有一个RECIT 这个是Richitatif 就是宣续调 宣续调就是一个像说话般的演唱 所以他仅仅用了九个音 就告诉我们孩子死掉了 这边是Forte 速度是Fast 调性是小调 音域越来越高 之后到这里变成了一个结尾 声音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面貌 可以呈现出你的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也称为声音是一个魔法师 左边的QR Code 是在我们PPT里面 所呈现的影片的出处 右边的这张QR Code 可以请大家找找看 我们有找到一个很有趣的动画 他就是魔王的故事 那在听完刚刚的讲解之后 再来看这个动画 相信大家对音乐的感受 一定会更强烈 希望大家都可以是声音的魔法师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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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